去年9月16日,半冰冰36岁生日,历尘求婚成功,好一幅花好月圆,去年此时,各位半冰冰的人生巅峰,那时冰冰的生日可以说是惊动了半个娱乐圈了,很多好朋友大明星纷纷送上祝福。 即便是一些平时没什么往来的小明星也送祝福表达了心意,而今年李晨直直为发博,没有像往年一样发声,没有祝福,这样也不得不让网友们多想,难道两人早就已经分手了吗? 今年范冰冰的生日,没有女神,没有生日快乐,没有奖项,没有荣誉,没有欢呼,没有婚礼,李晨自始至终没有站出来为自己的女友说一句话。 弟弟范冰冰冰的镜头被删减,事后范冰冰还本司见面会上情绪失控大哭,这一系列现象,都好像印象了关于冰冰的那些报道,但是却只有她没有丝毫顾忌地表达了对范冰冰的生日祝福。 她就是导演李玉,这样一条宝贵的祝福,也让粉丝们感到非常的温暖和感激,真是患难见真情,看来朋友还是老得好啊,李玉导演至今已经和范冰冰相识了12年,也算是对范冰冰有之女之恩,两人开始合作的作品就是范冰冰的经典作《苹果》,之后便开始了频繁的合作,有人说范冰冰算是李玉导演的御肉演员, 范冰冰冰生日没人感受祝福,只有李玉善与范冰冰合照,网友,真可谓去人走茶凉,物是人非啊。